他进去一看呢 这群主呢是个卖东西的 估计是平时买啥之后家的 这个人这群也是卖货的群 群里的人他都不认识 听到这江苏南京的小伙高伙伴说了 光老娘让影子听我一言 这二群能退赶紧退 也别像我似的花完了钱崩溃 这个月初 这小高啊在微信 一个不太熟的好友介绍之下 进了个群 群主呢是个专门干奢侈品代购的 群里边总共三百多人 哎呀他都不认识 但是呢总有总看有几个人跟他说话 哎呀今天在群主这代购一个 LV的包包 价格低品质好五星好评 还有人说我也找他买过 靠谱快递也快 这小高一瞅 评价挺好 这群值得进 哎真敢抢这段时间呢 他还真看中一款一双大牌子的这个鞋 他在群里头呢就问了啊 说这这个鞋能买不啊 很快群主就回信了 说能啊 往前走往前凑真真正正的代购 想要买啥我都有 这小高想买这个鞋呢 专卖店差不多得卖八千块钱 代购四千二一双 这就算便宜挺多呀啊 但是毕竟呢也不少钱呢 小高没轻易的转钱 他多了个心眼 加了群里边几个总发言的人 打听打听啊 代购的情况 就问 说这家代购靠谱吧 这话一出 一呼百应 大伙都出来打保证 放心啊 要买 要买赶紧买 要买要带 赶紧赶快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家代购全是行货 错错的 那个也说 正品代购样子美 买到家里不后悔 我上回买那包啊 我都去专柜问了 没毛病 还有的说 对 哎 机会不是天天有 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这你一句他一句 给这小高说的深信不疑的 就给群主呢 转了将近九千块钱呢 要买两双 钱转过去没多一会儿 这小高万万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 自己被踢出群了不说 群主还给他微信 也给拉黑了 他这一看赶紧的吧 再跟那个加了好 几个好友的 常发言的那几个人 再交流交流 说 哎 这人给我 哎 哎 信心一发出去 他更生气了 那几个人也给他拉黑了 咋想的呢 群主和群员 统一都给我拉黑了 合就好了 报警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了 这小高 妥妥的被骗了 群主 就是个骗子 主要骗人的方法 就是拉人进群 骗你代购的东西的钱 经过调查 这群里头和小高一样 上当的还有二十多个人 大伙就问呢 说不对啊 那群主是骗子 那我们都问过那几个常买东西 常发言的人来 都是好评啊 啥常发言的 看我嘴型 这群里头三百多个人 群主和常发言的那几个人 都是一伙的 只要群主发点啥代购的消息 那托儿们 欢呼雀跃 撒花表扬 他们也研究目标心理了 奢侈品代购 本来这玩意水就挺深 大伙难免都有担心 这些托儿的任务就是假装顾客 打消大伙的顾虑 一旦有人犹豫 他们就上场了 你放心吧 绝对靠谱 我这都买好几回来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我这都买好几回来